有人就推测了 说是不是当年古蜀国遭到什么意外了 比如说你看三星堆临河呀 是不是当时发了大洪水了 居民撤离离开的时候 仓促之间给填埋了 但是发掘工作人员确认了 说当地呀并没有大规模洪水的痕迹 你有洪水得有淤土淤泥吧 所以它没有应该不是洪水造成的 是不是发生什么战争 人们在撤离的时候 匆匆忙忙的把这些个国家重器给填埋起来了 金扎村遗址里面出土一个小童人 这个人是砸着辫子的 他在头上去带着一个太阳的光环 腰里是插着一个权杖 好像它是宗教权力 世俗权力坚而有之了 我想这也可以作为三星堆 这个王国覆灭的一个主角 它内部出现了权力的斗争 虽然这个权力后来被分割了 造成了四川青铜文化的进入了另外一个新的时期 可以说是一个分裂的时期 或者是多个中心并存的时期 但这个观点也有漏洞也站不住脚 因为考古工作人员发现了 它这坑里边这些器物啊 虽然说被砸坏了 或者有的被烧过了 但是可不像是倒垃圾那样乱扔里头 吸着呱呱呱往里一扔 不是 它是有顺序埋的 最下边是小件 中间是青铜器和面具 最上边盖的是象牙 二三四坑都是这样 所以目前比较多的学者就认为啊 这些坑是祭祀坑 因为这里边不管是金器铜器 还是象牙 这些都是很珍贵的器物啊 祭祖 祭神 或者遇到其他的重大事情的时候 才能用这些东西 而用火烧这些珍贵的器物 这也是啊 叫做疗祭 火疗嘛 是吧 这意思就是拿火一烧 把这些器品就烧完以后 天上的神灵就能接收着了 不过今年这次发现六个新的器物坑 专家们又有了新发现了 就觉得越来越不像是祭祀坑 咱们都知道祭祀啊 那是一个经常性的活动 是吧 这个有个大型的节日啊 什么大的这个时间节点呢 那才祭祀就 古人一般不会说 买太多贵重的东西 那年年买谁能买起啊 是吧 一般撒一头羊啊 一头猪啊 那就算很大的祭祀活动了 但三星对于不一样 你看这么多珍贵的那是黄金器物啊 黄金象牙 玉器啊 那在当时呢都是相当珍贵了 这都给埋里了 嗯 还埋了这么多个坑 这瞅着就像这日子要不过了似的 啊 这要是祭祀的话 这这一次祭祀埋着了一些青铜器 当时那个生产力它毕竟有限的 那这是不是把整个国家的青铜器资源 全都用光了啊 洪水来了啊 天灾来了啊 这个政权无法抵御了 那么这批神灵狐呢 都应该埋到地下去了 或者给奉献给上帝了 这个这个上天了 这么一个状况 那么也可以说 像最众呢 也是一种祭祀活动 这基本上也可以说这种祭祀坑 祭祀的烟麦坑 那么它的性质呢 属于撒满文化的一种 巫术性的一种 属于一个皮鞋的东西 这么多贵重器物 全给扔到坑里了 就像日子不过了似的 确实是 有专家就提出这种观念 他们认为当时 居住在三星堆的人 可能确实是不过了 搬到其他地方去 走了 那么这些东西呢 它带不走啊 怎么办 得了 就地埋了吧